好来 看到是在新北市卢州的一处 土地公庙是拥有了135年历史 1990年的时候 当年因为道路拓宽而被迫拆迁 导致土地公失去了其身之所流浪 至今32年 而就在两年前 庙方决定要启动重建 透过了网路平台的群众募资 三阶段的1580万元 群募成功 也让土地公结束了32年漂流 千阿蘇一杯 半杯一次直接醒杯 这间位在卢州的三角头土地公庙 因为一直找不到适合的土地 中间一度换了好几间庙绽放 庙方在网路平台企划募资 超过上千名的信众 来自世界各地几次募款 也让土地被结束了32年的漂流 我就是聚集到这个看 这个看着不敢 从共进行三次的网路募款 第一次募款已经达到了 到第二次的时候一直没办法突破 土地公庙经历了三次的搬迁 终于在卢州的中路儿童公园 找到一块土地 卢州武服工土地庙 1990年因为道路拓宽 被迫从旧址拆迁 先后占据卢州的永连寺及善工 目前临时安坐在郑河街的一处名宅内 苗方两年前决定启动重建 预计在八月份完成群募计划 我当时有跟这个土地公王拐杯 他同意 让我这一个台湾的公庙文化 往下扎根 年轻化 土地公王成立在清光十三年 至今已经有135年的历史 三阶段近一千五百万的群募计划 成功达成 不少信众开心的表示 土地公终于有个完整的家 接着陈一祥陈婷入新背双报道